假设AB是坐标平面上的两个点 求AB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垂直平分线 所以它给了我们两个条件 讲到垂直你就想到什么 两条线垂直斜率相乘就等于负1 那平分的话 一个线段被平分 那我就会想到终点 好所以来吧 线段AB A是-25 B是6-3 垂直平分线 所以平分我就一定要先找到中间的这一点 终点 好那终点的话在前面就讲过了 终点要怎么求 对AB 加起来处于2 所以6 加负2 就6-2了嘛 等于4 4处于2 所以是2 然后Y坐标呢 5加上负3 等于2 2再处于2 所以就变成1 所以M的坐标 就是21 就是21 好所以终点呢 就是21 好再来 垂直平分线 好所以我的垂直平分线在哪 这里 好所以呢我的垂直平分线跟我 最后呢我的垂直平分线就是荧光色这条线跟我的AB呢是垂直的 所以我的斜率M 斜率第一条线的斜率呢就是AB的斜率 然后第二条呢就是我垂直平分线L的斜率 所以相乘要等于-1 好来AB的斜率是多少 你可以在旁边另外算 来6-2分之-3-5 所以是8分之-8 所以是等于-1 好所以AB的斜率是-1 乘上ML等于-1 所以ML呢就等于1 所以这条L它的斜率就是1 好有点 点点点终点在这里 好有点有斜率我们就可以用点斜式咯 好 Y减掉Y坐标等于斜率乘上X减X坐标 整理过后X减Y减1等于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垂直平分线咯